大家回来内地吃饭 有没有试过自己要倒滚水 这间店自己倒 不过 咦 开出来的滚水为什么是奶白色的 大家知不知为什么 Hell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铁十姑姑》小姨妈频道 这个星期我去了北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北京呢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北京必食榜 第一个头牌就是北京羊肉火锅 在北京吃蒜羊肉就一定是同老的 还有这个芝麻酱 今晚来这间店铺 店名叫做不平三兄弟 老字号来的 在北京就有几十间分店 先来说一下这碟羊肉 咦 为什么会冻得起 是啊 因为它新鲜 所以黏着碟才可以冻得起 大家如果吃过羊肉拆锅 就知道芝麻酱就不是很辣的 因为我们两个朋友都是北方 所以 哇 它们超辣 我们另外就叫了一碟辣椒 开凉了 开凉了 三几秒我放了下去 就即时可以撈上来就能吃了 有吃开牛肉火锅的朋友 都知道有个部位叫做空口油 如羊肉 大家看看这个 原来是阳尾油 阳尾油是很酥的 说到口感 阳尾油就是一块油 为什么那么多北方人都喜欢吃阳尾油呢 原来是这样的 北方人喜欢喝白酒 而吃阳尾油就是最好的配搭了 来到北京 当然要吃炸酱面 这间炸酱面店 厉害啊 现在是中午的11点 已经开始排队了 排队大概排了20分钟 有位了 一进来就是这个 开放式厨房 哇 好多员工 这间炸酱面图 原来已经有60年历史了 真真正正称得上是老北京地道点 原来这间面馆 除了郑柠檬推荐之外 美芝莲升级榜推荐餐厅 好了好了 拿点水喝一下 这里是自助的 那我今天两个人 我就帮我的朋友拿了这个滚水 咦 一中出来为什么是奶白色的 哇 我要试一下 咦 又不是米水 究竟是什么 哦 原来是面汤水 这里是吃炸酱面的 他们说喝点面汤水 是可以清热气的 我自己不是太惯喝面汤水 所以我就叫了一瓶店 自家制的酸梅汤 好了好了 炸酱面来 咦 哇 好多配菜 原来就有两碟配菜 除了炸酱面这个酱 首先一开始就淋炸酱面的油 放些面上 再拌下去 之后就拿炸酱面的材料 就刚才那盘炸酱面 这里是有些肉的 一半就在面上拌 之后你喜欢吃什么配菜 本身已经齐了了 你自己加你自己喜欢的配菜 就在面上 像不像拌面 我觉得挺像拌面 还有这间店可以免费添食水煮面 这碗面是36元 另外我就叫了一个獅子头 我刚才一进来 看到隔下桌 后面的桌 冲一下 这个大家以为是什么瘦包 不是瘦包 我问我的朋友究竟如何吃 不是瘦包 他说要我拿一匙匙匙匙怎么吃 刺穿它怎样刺 刺也刺不了 他就跟我说 敲一下它 敲几下 咦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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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敲 叫我再大力点 哎 哈哈 原来里面就是杏仁豆腐 我先试一下 而外面的瘦包壳是白色朱古力 很有惊喜 很好吃 大家看看这瓶是什么 为什么是绿色的 哎呀 蒜啊 北方人吃饭一定要有蒜 而这个蒜就比较特别 原来这些蒜是这家餐厅自家品牌 来到北京一定要吃的北京烤鸭 这家餐厅就夸张了 怎么夸张 我四点钟来排队 但是现在已经是八点半了 足足排了四个半钟才有位置坐 这家餐厅在北京有二十几间店铺 但是每间都座无虚值 每间都要排队 刚才我在楼下和烤鸭的总厨聊天 我就问他究竟鸭 用什么木来烤的 他跟我说是红棗木 烤出来是特别香的 为什么要拍近镜给大家看 里面的油还在滚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北京烤鸭呢 在香港吃也好 在内地吃也好 都应该很少辣点快 胸口的皮会特意獨立切出来 让大家去獨立丝 我就试一下 有什么不同 原来就这样 非常非常香 这家店出名 因为食物有水准 其实服务非常到位 我们坐下之后 鸭就来了 好了 原来小姐姐教我们 怎样去包片皮鸭 真的要有些技巧 这里的烤鸭分两个价钱 半只是130多元 而全只是250多元 如果大家在广东或香港 吃北京片皮鸭 就会一鸭多吃 这里最多两个就是片皮鸭 还有鸭壳熬汤 鸭腿和鸭头都会切出来 给客人品尝 除了吃烤鸭之外 还点了这里一个 很有名的菜 叫做虫子鱼 这个鱼是用桂花鱼来做的 在北京吃海鲜 就逐量计 所以这条鱼大概是三百多元 大家去过北京也好 未去过北京的朋友也好 一个地方三里团 大家都应该有听过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秀水街 今次我都没有去 反而去了这条食街 这条食街叫什么名 叫做北京鬼街 汽铁油站 是北新桥站 这条鬼街基本上 就是24小时营业 因为在北京这条鬼街 就是食街 其实什么菜都有 但是最出名最出名的菜品 就是原来是小龙虾 今次带我来的朋友 本身就是北京人 所以他特意带我来这条街 食小龙虾 这家食小龙虾的店 非常有名的 偶尔都可以见到明星 我们先叫了几个凉菜 好似的蟹类 好似的蟹类 另外这个大杂蟹的做法 很特别 原来是用酒来浸 所以很香很香 好了 今天的主角出唱 就是小龙虾 我们就点了两份 其中一个是蒜肉 大家看一下 我的北方朋友 真的喜欢吃这个 知道吗 好了好了 我先开饭 下一集我们再见 拜拜 请你订阅 铁叔姑姑小姨妈 频道请你支持订阅 点赞 分享 留言 多谢苏翰 下次见 拜拜